這一段時間因為颱風的強度有明顯的增強 我們根據最新的氣象資料 認為在11點的時候這個颱風有達到強烈颱風的程度 因此目前開明颱風是強烈颱風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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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氣象署持續針對今年第三號颱風凱米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隨著颱風逐漸的接近 目前暴風圈已經涵蓋了台灣大部分的陸地 而目前的警戒區除了原本的台灣、澎湖跟麻祖以外 在這一報的警戒區還新增了金門 而這一段時間因為颱風的強度有明顯的增強 我們根據最新的氣象資料 認為在11點的時候這個颱風有達到強烈颱風的程度 因此目前開明颱風是強烈颱風 而隨著颱風逐漸的靠近 我們預計在這個颱風中心大概在今天晚上 到深夜的這一段時間會逐漸接觸到台灣的東北部跟東部的沿岸 隨後可能在深夜的時候 逐漸通過登陸並且通過台灣北部陸地 在明天清晨的時候 清晨到上午的這一段時間 進入台灣海峽北部 因此從今天到明天這一段時間 將會是這個颱風影響台灣最大的時候